香蕉 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Easy Easy 今日來到 Scarborough 區 Farmercy 格曼妮可 我身後這間餅店叫做新芝美 今天來的原因 因為我們有幾個網友都告訴我們 很希望我們介紹一些Chinese Bakery 即是中式的餅店 還有我們有個資深網友 MM告訴我們新芝美的出品是頂瓜瓜 加上 我有張餅卡了 因為早前我有個朋友 他做新外母請我吃餅 所以我就來這裡 打算看看有什麼買有什麼吃 今天很大風不說那麼多 進去慢慢說吧 進來店鋪看看有什麼買 買滿六件或以上是免稅 還有我喜歡他們這裡已經是獨立包裝 首先來的是牛角包 我看到牛角包都很鬆軟 Size 都很大 外面好像很香脆 然後這個是菠蘿包 我喜歡的菠蘿包 我喜歡的菠蘿包 好像Muffin的形狀 牛角包還有一款是有朱古力的 還有一個叫做裝裝包 是Hazel nut 都是Croissant 這一款我們從小吃到大的雞尾包 它就比我想像中 或者我們小吃的那些是寬新一些 這兩款包都很新奇有趣 要慢慢讀個名字 一個叫做活性炭提子奶黃包 而隔壁就是芝士提子南瓜麵包 這個款式都很特別 下面這個是二合一 雞尾菠蘿包 又是比我們小時候吃的那些是寬新一些 這個有點長方形 這款菠蘿包比較特別 叫做丹麥海鹽芝士菠蘿包 旁邊的就是綠茶蜜豆麻糬包 就相信它裡面應該是有些紅豆 有一個蜜豆 而麻糬包會不會比較煙韌一些 剛剛它下面這個叫做芝美包 裡面不知道是什麼餡料 我先看看它是 真的看不出來 我想是它們自家的一個特色 隔壁這個叫做湯粽萬月梅芝士包 Creme Pre Cheese 這個湯粽是一個做法 就是這個麵包的做法 就比較軟熟一些 還有是很pillary 就是好像枕頭那麼軟熟的 如果喜歡買一些包回去 用不同的餡料造成三文治就適合了 可以選擇是三文治方包 或者是它旁邊這個 是穀物的提子包 這個顏色都挺漂亮的 這個叫做玫瑰覆盆子麵包 帶一點點紅紅的顏色 再來這兩款包都是用湯粽技術來做 一款叫做湯粽蘋果芝士包 而另外一個很漂亮的這個顏色 就是湯粽草莓芝士包 即是strawberry 兩款都是有芝士的 會不會是加熱了 可以吃的時候有些拉絲的感覺呢 新枝尾的牛角包都有很多不同的款式變化 這個叫做雙烤杏仁包 都是一個牛角包底 看完麵包之後 接下來的這些都是一些pastry 有紅豆沙酥 綠豆酥 香芋酥 蛋黃酥 都是比較精緻的 最後這個老婆餅 都是在我們 即是我自己 吃開的比較小一點 算是迷你尺寸 有個好處也不需要吃那麼多 不需要那麼甜 又可以每一款都可以嘗嘗的味道 早泥酥不是到處都有 亦都不是經常吃到 一會兒一定要買 旁邊這個是鳳梨酥 鳳梨酥很多時超級市場都有 不過我覺得本地生產 就好像感覺上沒有那麼多防腐劑 旁邊這個西芋龍井酥 哇 用茶葉來日餐 我想我還是要買回去試試 再旁邊這個是黑芝麻薯酥 會不會都是比較堅硬的呢 這個酥 都是要買一個牌子 拿破崙蛋糕我都很喜歡吃的 因為咬下去它是脆脆的口感 不錯 如果一個的話太大的話 它還有獨立一件一件買 整條的白芳包我喜歡 因為我可以買回去做一些厚多屎 喜歡多厚就切成多厚 較為傳統一點的椰絲奶油包 我小時候吃不少了 如果你是一個芝士熊 相信來到新芝味都有很多選擇 這個叫做芝士黃金磚 另外這個是芝士奶黃包 會不會也是那一句 加熱之後會有拉絲的效果呢 下面這個是甜包來的 是芋頭包 而旁邊就是有紅豆包 我覺得灑上一些黑芝麻 會加上它的香口的口感 喜歡吃一些有肉的餡料包 這裡就對了 好了 咖喱牛肉包 旁邊是叉燒包 還有香蔥腸仔包 旁邊這個就是熟米包 這個應該是沒有肉餡的 我相信 謝謝 開機的攝影師哥哥 很喜歡吃的腸仔包 下面這個是雞包 我喜歡新芝味很多包 它那個都是像muffin的形狀 又好像覺得大隻一點 和鬆一點 而旁邊這個是雞批 另外一些的酥皮產品 有蜜汁雞酥 很少吃到蜜汁雞酥 通常好像都是叉燒酥 旁邊這個是咖喱牛肉酥 豬仔包很久沒有吃過了 這裡是叫做海鹽牛油豬仔包 麵包 然後也是一款酥 是叉燒酥 看完麵包之後 看看他們各款不同的西餅蛋糕 哇 顏色很漂亮 我被這個吸引了 吸引著 叫做櫻桃開心果芝士蛋糕 有些開心果 吃下去的口感應該也會不錯 因為有些Nuts可以咬一下 旁邊這個是鮮芒果蛋糕 現在季節差不多 三月尾四月頭的時間 開始有芒果了 蛋糕也是很漂亮 有夾襲著新鮮水果 栗子蛋糕 很多時候網友或者谷友都會問 到底多倫多哪裏有好吃的栗子蛋糕 這裡有得買好不好吃 大家可以過來試試 看看 傳統的黑森林蛋糕 好想講下這個綠茶紅豆蛋糕 給我的感覺好像吃一些日式甜品 因為通常日式甜品都會用抹茶和紅豆做一個組合 意大利咖啡杏仁糕餅 很漂亮的造型 榴槤蛋糕 我的最愛是榴槤 這個也是一個迷你的蛋糕 也不需要買一個回去和朋友分享 因為很多時候未必每個人都喜歡吃榴槤 馬卡龍都有 不同的口味 相信總有一款適合你 再來看看這些生日蛋糕 又或者有什麼喜慶和朋友去慶祝的話 都可以買不同的款式 這個看起來 如果我不看它的牌 我是不知道 是榴槤蛋糕 因為它上高的裝飾 都是用一些好像白朱古力 把它刨成薄片來灑上面 和一般榴槤蛋糕的裝飾好像有少少區別 我都覺得是頗有心思 雖然它簡單 但簡單得來也頗美 這兩款蛋糕 Telamishu 和綠茶紅豆蛋糕上高的Garnishing 我都覺得頗有心思 它薄薄的那塊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做到好像一條絲巾 來放上去這樣 如果想吃不同口味的Tarte 有葡萄 旁邊有芝士 流心Tarte 可以選擇 又或者是想吃一些傳統的蛋撻 都可以有 這裡是有酥皮蛋撻 等我一會兒問一下店員有沒有牛油皮 或者曲奇皮 我在這個location發現一件事 其他分店是沒有的 就是這個冰櫃 首先我看到這些包包是不同口味的麵包 剛才我問了店員 告訴我它裡面是有不同的組合 是方便一些朋友 如果他們是住在一些地方 買不到這類型的港式麵包的話 那就不得了了 方便他們回去加熱就能吃 而這些麵包店鋪 焗完之後馬上放入冰櫃 是保證它新鮮的 這類型的急凍產品 是包括了一些批 或者是酥 買回去放入焗爐 焗起了就新鮮熱了 而最好是什麼呢 它上高那裡都會有一張 instruction sheet 還有一張紙寫著材料成分 焗多久 多少溫度焗 大家一目瞭然 我身邊很多朋友經常問 哪裏能夠買到蛋撻皮 這裏又可以找得到 連牛角包都有這種 還是冰的巧克力牛角包 下面就是他們金牌牛角包 都是frozen 方便上班一族 買件三明治 就可以做早餐或者下午 有不同的款式 人均選擇 在身之尾不止有得吃 買麵包蛋糕 還可以有飲品 現在正在做一個推廣 就是買任何產品 只要加九毫九子 就可以得到一杯12盎司的咖啡 如果單買這杯咖啡 是需要一元七毫半的 那都幾著手 看完一輪 很多包都想買 除了包之外 想買這些酥 新之尾的款式實在太多了 我想我還是留下一次再來 因為要保持新鮮 所以回去慢慢試一下 不如買兩個包也好 蛋糕蛋糕 好 栗子 我想買栗子蛋糕 因為聽說栗子 直接是自己做 自己去打融 不是用那些現成的 所以我要一件栗子蛋糕 還有 我很想試這個榴槤蛋糕 榴槤蛋糕是我的最愛的 好 一如買這兩件 實在真的太多款式 我今天算是買得少了 如果可以的話 我還想買多些 遲些有機會 不過在這裏想和大家講講 除了說是西餅 麵包蛋糕之外 我亦都講過是有咖啡 除此之外 還有這個 我手上這個是什麼呢 杏仁茶 剛才我已經買了之後 急不及待喝了兩口 很香滑 甜到我就覺得 我不太喜歡吃那麼甜 所以甜度可能淡一點點 會好一點點 不過它是很滑 而且是吃不到任何的渣 完全是杏仁的麵滑 出來了很香 就是這樣 我們回家慢慢和大家講 有多好吃的麵包蛋糕 都是那句了 如果你的家人或者朋友 不喜歡吃榴槤的話 這個小尺寸就適合了 都可以叫做一人份量 還有 如果它的榴槤是漂亮的話 真的方圓幾公里都能聞到 加上我就問了負責人 他告訴我 他們用的榴槤是金枕頭 現在我還未打開 我想試試打開之後 會不會 嘩 一聲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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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 嘩 這個盒 原來密封程度也不錯 剛才蓋著 是一點味都沒有 現在是 好厲害 幸好 我和攝影師哥哥都喜歡吃榴槤 否則 這條片應該拍不到下去 他這個是迷你版 我又不會搬出來了 就這樣 不出來吃 還有負責人告訴我 這裡 大家不知道看得清楚 這個顏色 他說榴槤是一件一件 或者叫做一啟一啟 不是打溶了 首先我在這邊 先拆開 因為我怕太大的範圍 一會兒出來不太漂亮 暫時還是蛋糕 我相信蛋糕還是濕潤 嘩 味道很厲害 黃色的是醬 帶有榴槤味的忌廉 應該 然後蛋糕 好 我好心急 我想呢 是要插到 中間的榴槤肉 我喜歡他這個做Garnishing 他就把那些 白朱古力泡片灑上去 我看到有些纖維 嘩 嘩 好厲害 嘩 嘩 好悶 還有甜的 它呢 它是熟了的榴槤 它不是把它打溶 那我相信大家如果喜歡吃榴槤的話 熟了榴槤應該都知道什麼質感了 很綿滑 啊 這個很好吃啊 我想說它真的是金枕頭 好香濃 不說了我要吃了 真的很好吃 再細心拆解這個榴槤蛋糕的成份 給大家聽 其實不是成份 是每一層 剛才所說 上高這個是一個cream 但反而上高這個cream 那個榴槤味我又吃不到有 跟著是蛋糕 濕潤的蛋糕 下邊的cream 相信它是有加到榴槤肉下去打 又或者因為有榴槤肉的關係 所以它下面這一層的cream 就會比較重一點榴槤味 跟著就是蛋糕 那好啦 那個榴槤肉 剛才所說 我相信它拆出來 它未必會混合其他東西 但是它應該是 弄軟了或者弄碎了 跟著才鋪下去 因為吃下去真的很綿滑 至於你說榴槤外邊那層 那層纖維呢 我會吃到很少很輕微 今天剛巧得那麼巧 我們在新枝尾買回來 全部都是甜點 遺憾的真的沒有買他們的鹹包 例如是叉燒包 雞包 腸仔包等等 我相信都會很好吃 因為剛才我們吃其中一個麻糬包 發覺它的質地 包都是鬆軟的 所以下一次我一定會再去買他們的鹹包回來試 各位網友們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 新枝尾試他們的西餅蛋糕麵包 我就知道有一位一定有 就是MM 因為他告訴我們 新枝尾的質素是很好的 所以如果你們是有試過的話 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可以下次去買這幾款的包點 或者是西餅 喜歡吃港式麵包西餅蛋糕的朋友 請你給個like我們 或者去新枝尾餅店 試試他們的新款 創意多花式的西餅麵包蛋糕 喜歡我們這條短片的 請你subscribe和share給你的朋友知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